那个时候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点点 很mix of feeling 很悲观 就跟自己说我在牢里十多年 出来的时候 又要四十岁了 我又没有存款 又没有主屋 什么都没有 要从零开始 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了 倒不如我情愿选择被判死刑 走了算了 我的名字叫许晋明 我今年四十六岁 目前是一个物流公司的老板 我本身也是一个钱囚犯 我被救的那个时刻的时候 应该是被判死刑 因为奇迹的出现 所以我就逃过了这什么关 被判了二十四年二十遍 因为我要赚快钱 因为不知不觉也参与了毒品 二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染上毒瘾很深了 还贩卖很大的毒 把毒瘾进来新加坡贩卖 起初的时候 那个Secret Society Bureau 他们已经在捉拿我 在通缉我了 每个部门都在通缉我 那个时刻我还永远记住 1997年2月 被捉 我被捉的时候 我知道要面对死刑了 我觉得我整个心里 就好像在石头上放了下来 终于了 我跟自己讲 我妈妈就是我的自主 我妈到处跑啊 求神问佛啦 甚至还找律师啊 这些东西 我跟她说不用拼勤了 我说到没有得败的 因为已经这么大的树木的毒品 肯定是死刑的 因为新加坡的法律是说 只要15克的话 你就会被判死刑 而我因此被抓到 那个10克是10公斤的白粉 他们白粉说有得洗啦 洗出来的话的时候是 大概13.17 所以我就逃过了这个鬼门关 所以当出狱的时候 其实是蛮慌张的 也是蛮 蛮loss的啦 也不懂要怎么做 没有做工经验 只是一张A-level的文凭 能做些什么 寻找工作 很难啊 碰到很多的钉子 去到很多地方 每个人都不愿意聘请我 有时候我跟自己讲说 只是想为什么我要改变 要做一个好人这么难啊 为什么这个社会 还是不可以接纳我呢 但是我就是跟自己说 无论怎样 人家可以看不起我 我自己不可以看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低着头 低着身份 去回去监狱部门那边申请 我真的是很挣扎 很想放弃 但是我的员工 全部跟我一起拼搏了 就是很称兄道弟这样 很江湖义气 一直在我背后 一直默默制止我 想放弃的话 能他们怎么办 就是因为责任的关系 我说无论怎样 我都要只撑下去 就再继续搞下去 我会说 我的社会是一个 步骤 而且是一个训练 我跟监狱部门的几个部门 都合作得很愉快 聘请了很多钱囚犯 经历了所有种种 很痛苦的东西 所以我亲身体验到 这一切的过程 是不容易的 我叫Christine 今年39岁 我在这里做工了八个月 我就是在两年前就入狱 因为犯错了 所以入狱了八个月 所以就出来 就在去年出来了 我叫我 我叫Fairizal 我叫Fairizal 我在这一年 我在这一年 我从这一年 我去到网上 在网上 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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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拼函 名字是Ibrahim bin Abdul Hamid 我时大于35年 我被控制在拼函 因此我在拼函 栋梁 所以在拼函 使用三个月 在六个月旁 校外出拓 program 我看到事情在生活 现在 我有一个更加讽物 我也有很多工作,而且我也看到增长在我的生活 工作在这些公司 从一个联络的联络 然后现在我被执带成为领导 我甚至获得一个月的增长 我也很高兴 当时我发布在2015年 那是当时我决定要改变新的生活 我感觉在生活中是增长的 当时我发现,我能够改变 在很多角色的生活 然后再继续了,其实我做了我的道路 因为我开始成为一个普通车车车 然后后来我把努力与传承受 然后我继续上升职业 经历了这么多,然后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充实 所以就算跌倒了,可是只要不放弃 然后再继续爬起来,还是有希望的 人生还是有希望的 到目前为止,其实我还是蛮活跃的 我现在是一个监狱团契的财政 然后我在监狱团契也是一个社会的组织 基地讲员,还有在SANA SANA,SANA Antic Narcotic Singapur那边成为一个主持人 有时候就会回去鼓励这些人 有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去学校 或是机构之间分享我的经历 所以我是想去奉励给学生们 那些机构的人士们知道说 对,前世伙伴每个人都过错 不是每个人都是好人 但是当中里面只要你们愿意给予他们机会的话 其实他们都是可以表现的 我们的老婆也是我的前女友来的 我们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一起 然后过后我们就分了 然后我就进去坐牢 然后走了一大圈 我们又碰面了 碰面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刻 它又是单身 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所以在我创业的时候 这个过程中 它也是陪着我 有时候的生命 可以帮忙 你好,谢谢你来 谢谢你来吧 谢谢你来的家 你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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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分吧 因为有时候 有些东西就是很难讲 淘淘熏熏的又转回来 之前有写过一封信给她 说过20年后如果还单身 就可能会嫁给她 收到她的信的时候 她有时说 假如我们有机会再重逢的话 就是可以成为一堆了 但是我在牢里面就 就千万等了 然后就没有信了 就没有信息 什么都没有了 出来创业 那个时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下来了 其实我有写过 那时候因为我的事业是在高峰期 所以我就 那时候就给她自己去 独打这个战场 因为她要遇到她的员工 她有那些客戟这些 所以其实她也是面临很多 stress 所以在那段时间的时候 其实我感到冤枉了 我会听到她是合了 所以我已经想到家 对上到家里面 他没有看到 就是在家里面 你可以更多寒暗的 就是现在这个都有 就在家里面 就是现在你的家里面 有一个作品 所有人的家里面 关于你的家里面 她就在家里面 我会想到家里面 对后觉得假如有一天女儿长大了 就会问为什么爸爸你有这样的过去 对我本身来说对啊 每一个人都有过去 就是爸爸经历了这些东西 面临了这种问题 就是希望你以后长大 要懂得怎样去避免这些东西 然后假如爸爸有这样的背景 你可以接受吗 第一 但是爸爸也没有令你失望 至少我有这样的背景 有这样的过去 但是现在的我 他的爸爸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 还是不会想还是什么 我也希望他能有一个爱心 去接纳这些比较二等级的人民 所谓的二等级 人非圣贤谁无过错 只要知错能改 三末大言 其实我经历的都是有上又有下 人生就是这样 但是当你碰到困难 面对所有的挑战的时候 你要怎样去面对 你要带着一个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呢 或是带着一个悲观 或是在一个逃避的面具去面对 而是在一个逃避的地方 我可以接受了一避的地方 我可以接受到一个逃避的地方 我可以接受到一个逃避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